1月24日消息 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基于大数据与舆情社会影响力测算结果 共同梳理出2021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26日 特斯拉维权当事女车主也在网上发声 爱特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吗? 爱特是说新语 国家监管总局明确 责令特斯拉直接无条件提供完整数据 此前 女车主与特斯拉 全球副总裁陶林名誉权纠纷一案 已在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特斯拉以损害其名誉为由 向女车主索赔500万元 同时 在庭审之后 维权女车主也表示 特斯拉至今没有向其提供完整的后台行车数据 女车主称 特斯拉不提供完整的行车数据作为检测的依据 怎么能够形成真实、科学、准确的检测鉴定结果 目前 女车主和特斯拉之间 还存在数起官司 后续保持关注